在吴清城想吃巧克力派的消息传出后,南韩知名食品公司好利友就送了100箱9600个巧克力派到吴清城所在的亚洲大学医院图截取字号利友官网。 11月13日从南北韩间北纬38度上的板门店叛逃到南韩的北韩军人吴清城因议在医院恢复议事后对南韩医护人员表示我想吃巧克力派。 他这句话让巧克力厂商听到了不仅要给他大量的巧克力派,还将给他终身免费享受巧克力派的福利。 先前吴清城的主治医师礼国中表示,吴清城想要吃南韩点心巧克力派。 吴清城听说北韩境内由南韩营运的开城工业区里面生产许多巧克力派。 先前吴清城的主治医师礼国中表示,吴清城想要吃南韩点心巧克力派。 吴清城听说北韩境内由南韩营运的开城工业区里面生产许多巧克力派。 2000年代中期,巧克力派被作为零职供给在园区工作的北韩工人,成为北韩的人气商品。 综合媒体报道,在吴清城想吃巧克力派的消息传出后, 南韩知名食品公司好利友就送了100箱9600个巧克力派到吴清城所在的亚洲大学医院。 好利友说,好不容易来到南韩的托匪士兵说, 知道士兵的状态还没有恢复,仍没有办法进食, 所以先将巧克力派送给医院的员工们。 好利友也承诺,在吴清城出院后,会给予他终身免费享用巧克力派的权利。 稍微诚,在这种情况下,会给予以县的如果按照, 那么,会给予于我们认识,